小时候我们一定都玩过荡秋千 从静止开始 手和大腿出力让自己愈荡愈高 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 如果秋千就像平常在古董店看到的钟摆 或是实验式的单摆 它们来回摆荡的高度都相同 那为什么秋千可以愈荡愈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 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高一学到的力学能守恒 当物体只受均匀重力时 它的动能和重力位能的和会是一个定值 想象一颗静止的球从高H的地方受重力吸引落下 一开始动能是0 位能是MGH 落下的过程中 动能增加 位能减少 落到地上时 位能变成0 动能变成MGH 整个过程动能和位能的和不变 因此我们把动能加位能定义为力学能 这个特殊的性质称为力学能守恒 那这个性质只是用于重力吗 还是其他的力也可以呢 其实只要是保守力 就会有力学能守恒这个性质 我们可以由功能定理来证明 由功能定理可以知道 合力做的功等于动能的变化量 而保守力做的功等于负的位能变化量 因此若系统只受保守力做工 它的动能变化就会等于负的位能变化 一向之后会发现 动能变化加位能变化等于0 也就是力学能变化等于0 由此证明了力学能守恒 重力是一种保守力 所以会有力学能守恒的性质 除了重力以外 弹力、电力等也都是保守力 所以遵守力学能守恒 让我们来计算一个例题 蛋白初始速度为0 高度H 请问 荡到最低初始速率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 在地表附近有均匀的重力场G 忽略空气阻力 所以蛋白只受到重力和绳张力 由于物体的移动方向和绳张力方向垂直 绳张力不做工 只有重力做工 因此这个系统是力学能守恒 单白初始速度为0 动能等于1⁰mv平方等于0 求在高H的地方 因此重力位能是MGH 荡到最低处时位能是0 由于系统遵守力学能守恒 因此动能是MGH-0等于MGH 由此即可解出单白在最低处时的速度 等于根号2GH 等于根号2GH 学会力学能守恒之后 让我们回来讨论最开始的问题吧 为什么鞦韭可以愈荡愈高呢 若遵守力学能守恒 荡鞦韭应该每次荡的高度都相同 甚至会因为摩擦力损失能量而愈荡愈低 荡鞦韭愈荡愈高 显然违反了力学能守恒 因此系统不止受到重力做工 假设有其他外力做工的情况下 我们可能使蛋白愈荡愈高吗 答案是肯定的 让我们来观察这个实验 注意它手拉动的规则是 当铁球荡经过中央最低点时拉上 至两端最高点时下放 荡回来又经过中央最低点时再拉上 以此为周期持续拉动 为什么这样拉动可以增强摆幅 使蛋白越荡越高呢 记得我们先前的讨论 普通蛋白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重力以及绳张力 由于绳张力不做工 所以系统维持力学能守恒 但是在这个实验里面 绳张力有做工 因此违反力学能守恒 在最低点A点时拉上绳子 绳张力做正弓 最高点B点时下放绳子 绳张力做复弓 由于最低点的绳张力比最高点大 在拉动与下放同样绳长的情况下 绳张力做的正弓大于复弓 能量不断输入这个蛋白系统 摆锤因此就越荡越高了 你可能会问 我们在荡鞦韆的时候 并没有外力不断拉动绳子啊 我们又是如何把能量输进系统的呢 想想看 我们和摆锤不同 是可以扭动身体或是施力的 那是否可以透过这些活动 使得鞦韆越荡越高呢 回想一下 小时候是怎么荡鞦韆的 仔细观察小朋友的脚 可以发现在荡到高处时 把脚抬高 荡到最低处时 把脚放低 在仔细观察他的手 在最高处时出力使绳子弯曲成 助音符号七字形 最低处时放松让绳子升值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记得力学能等于动能加胃能 如果可以加大最高与最低处的 高度差 就可以增大胃能 使鞦韆越荡越高 在最高处时 脚抬高和弯曲绳子 都可以使身体的重心变高 在最低处时 把脚放低 并让绳子伸直 则可以使重心尽量降低 这样的动作 使得重力位能的变化量 MGH' 比一般单摆 MGH来得更多 因此每当一次 都输入位能差 4MG 乘以H' 减H的能量进入系统 球前因此愈当愈高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在这支影片中我们学习到 如果系统只受保守力做工 就会有力学能守恒的性质 也就是动能加胃能会是定值 除了单白以外 生活中还有哪些力学能守恒的例子呢 常见的例子 由人造卫星环绕地球旋转 由于只受重力作用 维持力学能守恒 另外还有传统的机械手表 可以规律地计时 是因为里面有规律震荡的弹簧 由于只受弹力 一样满足力学能守恒 我们知道电力和磁力也是保守力 那么有没有力学能守恒的例子呢 有的 其中一个最常见的例子就是LC电路 它是由一个电容C 以及一个电杆L所组成 电容由两片金属板组成 当输入电流时 电容两边会累积相反的电荷 产生电位差 电杆则是一个线圈 当有电流流进螺旋线圈时 由于电流磁效应原理 会产生磁场 一开始 电荷集中在电容两端形成电位差 导致电流开始流动 电流流进电杆 产生磁场 当电流达到最大时 电容上的电荷全部流失完 且由于冷次定律 电杆产生相反方向的感应电流 使得电流开始逐渐变小 电荷也逐渐在电容的相反边累积 阻止电流持续流进来 最后 电流变为零 电荷全部累积到电容的两边 形成电位差 开启下一次的震荡 注意到了吗 这个系统就像蛋白一样 电荷累积最多电荷 电流为零的情况 就是蛋白在最高位置 位能最大 动能为零 当电容上没有电荷 电流最大时 对应到蛋白在最低位置 位能为零 动能最大 我们知道蛋白的周期 和重力加速度和摆长有关 那 RLC电路的震荡周期和什么有关呢 该如何做才能加大电路的震荡频率 欢迎去寻找答案 并与老师同学讨论哦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